郑小英 九十三岁 新中国成立后 第一位交响乐女指挥家 六岁那年 家里让她学钢琴 在这之后的岁月里 她没有和音乐分开过 大夫让我卧床 卧床的 我现在在这坐着 对 要卧床一点五个月 一点五至两个月 我的老伴摔倒 我去扶他 结果他第二天就好了 我扭伤了 我现在站起来都困难 大夫要让我躺两个月 你说我躺得住吗 如果我昏迷我可以让他们躺两个月三个月都可以 我醒了我就 就得听我的 阳系中唱 跟国际沟通的 人家都是在用本国的语言介绍歌曲 我一看我的老朋友们一个个都走了 就是我现在还活着 我就很着急 就是说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 这个思想和这个方法能够传承下去 可是没有人来呼应啊 怎么办 你来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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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这么久 让我记得 喝 杯子的美酒 是心醉 这样 爱的水 是 真实的爱情不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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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2022年下 第二届中国合唱指挥大会将在杭州举办 郑小英受邀在开幕式上指挥黄河大合唱 郑老师好 郑老师好 还不去排练厅啊 等一下 6点半开始 先休息 你来多久了 郑老师 一个月 一个月了 我现在体力不行了 先来一个月排练 他要不来排练 我接不了书 一小时 我休息一下 后来是40分钟 你做练好了 我就过一下就行 感觉像考试一样 这种感觉不像她的 是考考我的 是吗 考试竞争了 杨乐乐 2017年败于郑小英门下 2019年时 她作为郑小英的助理指挥 负责指挥黄河大合唱的合唱部分 而她和郑小英这次将面对的是一支由各行各业不同年龄阶段爱好者 临时大的草台班 非常高兴 跟大家又见面了 你们是没问题 我都 人家叫我90后啊 还要会黄河大合唱 我不晓得我顶不顶不顶得住 很担心 就是一个是队伍怎么样 还有就是说各位 你们平常也没有时间来更多的训练 做好这个黄河大合唱的准备 现在时间那么短要达到一定水平 我有点没有底 但是杨乐乐老师非常的给我信心 大会是正式的 乐队是专业的 而合唱队是业余的 为了保证演出的顺利举行 一个月前杨乐乐提前到了杭州 对合唱队进行突击训练 但是有没有收获 哇 这一声解除了你的所有的疲劳 好嘞 咱们就来啊 好的 来 勇敢一点 你干嘛老那么胆怯啊 看这是起拍 看到我 好嘞 好嘞 黑白鸟,黑白鸟,黑白鸟 黑白鸟,黑白鸟,黑白鸟 很好,很好,很有精神 这是中国人的声音,很不错 我给你讲一个小故事 几年以前我去参加在格拉茲举行的世界合唱比赛的开幕式 他们让我去指挥匈牙利的合唱团 奥地利的乐队唱黄合唱夫曲 我一上来,哎哟, who are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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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我说亲爱的,你们这可不是在多闹和尚当周啊 他说我们唱的who are you, who are you 我说那个时候中华民族在一个很困难的一个年代 大家划船要渡过去,这个民族一定要搏斗才能够生存 他在历史上曾经是那样重要的一部作品 他唤起了四万万同胞啊 音乐作品就是你要歌唱才能把它保存下去 你要不唱那就是一张纸了 经常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我们每年都要唱 我们就会记得那个年代 那个年代的精神就能够鼓舞我们今天 去克服各种困难 建设我们民族的辉煌的未来 很好,咱们下去 黄河 跟着我来 这是一种语气,不是 啊,荒河不是歌颂的 啊,荒河 啊,荒河 短一点,啊,上去 何用猎肉 啊,荒和 最恶 câmera 哇,鱼 这最后一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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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